主料,面粉500克,酵母5克,猪肉300克,虾干50克,榨菜50克,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糖,淀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酵母加一勺白糖加温,水化开静止5分钟,酵母水倒入面粉小饭雪花状,用手揉成光花面,盖上保鲜膜放温暖处发酵, 猪肉剁烂,香嘎泡软剁碎,榨菜切碎,把材料放盆里,加入淀粉,盐,油,糖,鸡蛋按一个方向搅拌上劲,发酵到两倍大就可以,排气,把面反复揉搓,揉成长条切成剂子按扁,改成中筋厚四边薄的皮,放入湿料馅料,包成包子,包好包子的饧发20分钟,冷水下锅蒸, 水开中火蒸15分钟,熄火满3分钟,烹饭技巧,一包好的包子一定要饧发20分钟以上,二,蒸好包子后一定要满3分钟以上,不然容易回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